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收容精神病患的医院 张文志精神病患的医院 那里的医生跟病人讲 他说我们这里对他已经没有办法了 只能够用药把他关起来 他在发的时候我们用电极的方法 用电极的方法 其他我们没有办法 那病患的家属就问了 那还有什么办法呢 他得不妨去试试 去找卢圣燕 不妨试一试 我便不是用药 便不是用什么电极棒 或者什么东西去治疗那个精神病患 我这个方法是民俗疗法 讲一个简单的就是民俗疗法 我给你喝水 喝水 那我给你加持 给你加持 给你喝水 他就会好 我就觉得很奇怪 他就这样就会好 而且好的人相当多 所以我那时候 我在文章里面写了 用火车来站 我医治精神病患 可以用火车来站 上了火车可以载很多人 表示我医好的精神病患很多 那时候每天早上 这个打开门 哇 外面站了 有的用锁铐靠起来 用脚疗锁铐的精神病患 那是会打人的 在精神医院里面用脚疗锁铐靠出来 因为他很凶猛 会打人 都拖到我家来